朋友们现在我在深山 这后边有一独户人家 有人居住的 然后这个房子已经有几百年了 而且大多数都是非常珍贵的那种古兰木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栋房子就是几百年了的栏木房 我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水缸 他们这个水缸还搞得比较有特点 这个是圆符形的 这种石头很难找的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柱头都是栏木的 就是这一栋房子 很多的柱头都是栏木的 这一棵 看一看 懂得可能就知道 就是这一栋古墓房 已经是有几百年的一个历史 那么这些柱头和它装这个房子的这个门板 大多数都是栏木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这些柱头也是 然后他们这里不是搬迁吗 中间这里有一家搬迁了 就是一间了 就是一间一个近身 有一家搬迁了 那么就是中间这一间聚下来 上面的木料都卖了几千块钱 特别难得的一栋古墓房 主人家呢 现在去山上保养了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还挂了好多的老腊肉 这一栋木房 至今已经是最少有两三百年了 你们觉得值多少钱 大多数都是栏木的 就这边随便销了一间 他们就可能有一两棵栏木树吧 就卖了几千块钱 我估计这一整栋的话 最少也得给上百万吧 大家说呢 下大雨了 走不了了 那就落了也懒了 你们在这对后门那边还会抽的是吧 哦 我听他们说这个房子都整了几百年了 对哦 都有几百年了 那是几百年了 你们都不晓得哈 哪个事整理 有谁来买过没有 我是日三十当了 来日三十当了 出了好多钱吧 不晓得 这个房子要把呀 假如说如果钱本来买 要把卖呀 买八百万的 最少的呀 两百万还是要不没有 现在是那么好 你几了他的个钱买 嗯嗯嗯 如果钱不是也就不得了嘞 全部是也就不得了嘞 你还要钱了 干钱 几千了 你都没很多钱嘛 买几千块钱说的嘞 哎呀 走了了你啊 嗯 走了我得要 不要紧这个鱼也带不住啊 他也有便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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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死的 就这一栋老房子是南木房 嗯 听这个老人家说 已经有这个好多人来看过了 可能是这个价格谈不拢吧 这是你们看到的中间切下来那一点 就卖了好几千块钱 我估计一整栋的话 最少也要好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 等一下 就让你来 就让你来 你要吃饭 你吃饭 我吃饭 你要吃饭 我吃饭 我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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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嘱 吃饭没了 老家 吃饭没了呀 我说我问你们吃饭没了 吃饭 你要吃不吃饭 不是 我问你们吃饭了没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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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嘛 我都一直菜都吃 我已经吃了 但是在一边打来招香 我说你招香没了 这点没了 人家做得高 哈哈 上次就出头人家去招 你打鸡头来 打说我说你吃汗 他吃汗 哎呀 这不是就年纪的 哈哈 我 再拿个招机 她吃汗 那她招费的时候 她没吃汗 她吃汗 干什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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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你坐起你看 我还能吃饭 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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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哪里吃哪里 我去招很小的 我怕转不到车 我昨天两次开始整天 只能我坐起来的时候 当时怕转不到车 哎 怕转不到车 都是怕路上有车开就麻烦我 戳不到 我太久不做 不做不做了 吃了我已经吃饭了 我再来还包得很 不客气吃了的 你都在做了吗 做粗粑啊 我后面去那时候 你还弄得多弄得多 我就是可以看干干的 我看干干有个猪猪也烫不住 我只不能看得到 我体球就看得到 我早就打到看人家 我早就打个QQ 吃了我早就做了 他要干干些 人家好事嘛 我好爽 哈哈哈哈 但是整理呢 没长久会找到 找不到 都找得到 都找得到 都是可以卫星图找得到 都找到 那下就找了 我早就找人家不找 到飞机里在空中找 我早就找人家不给找 哈哈哈哈 你看我做吧 我把人家的找 有的 有哪个土肉 土气又多了 放着你要来吃你 就吃个门头 我说坐你也夹着 啊 上前我挤大厢 哈哈 上前那挤大厢 这是我家素老婆婆 哦哦哦哦 老爷本是吧 啊 老爷本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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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生娘 哦 你们这里要搬 也是要搬呢哈 还要搬呢 我们在谈到 把妹 把妹放在手里 嗯 搬不到事情搬不到 还有样子搬不到 样子搬不到 新鲜的狗 有 母娘的狗 嗯 那些都搬不成 我们自己吃的 哈哈哈哈 三年八年 哈哈哈哈 随着嘛 啊 哈哈 飞机飞机 就这个 哦 哦 这个翅膀还张开 你飞到空中去 哦哦 你要做 要打开就飞到空中去了 哦哦 哈哈哈哈 你不拿起来 我妈的主持人家 哈哈哈哈 非常怕摸不下来 哎 摸得下来摸得下来 摸得下来 老娘走了 我走了 耶 走你一样眼前都黑了 哈哈 不去了 不去了 你也要走了咋 啊 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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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慢点哈 哈哈 要得要得拜拜 好 你们那个山上 还有好多家人呢 是出门的 嗯 还有 十多家 十多家 嗯 哦 哦 这路以前大家抽签挖的是吧 哦 大家抽签了 那等于后来就是在下面要做水库了 所以说大家都这个就不用花了哈 哦 那意思是你们上面现在也是要全部要搬山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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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 大方 大方的 我会给的 你是哪边的大方 我是尊业的 尊业的 嗯 我来得远了 哈哈哈哈 我来得远 我才跑起来这些山里面来刷 我在大方的又是 哦 这大方也是尊业的 嗯 跑起来山里面来刷 嗯 嗯 嗯 把堆在上面都还有十多家 哦 啊 大家包括不行 不知道 但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在家里面哈 哦 那现在还有几夫人在呀 这有几夫人来得住 这有几夫人来得住 可能有20个人没有了 有几个老子老奶 哈哈 就几个老人家哈 啊 几个老人家就在 几两块出开咯 啊 你又专门去干厂买了要把刀 啊 我把刀来 哈哈 我是擦成仙 骨子擦哈 嗯 你好大年纪嘞 86了 你86了 啊 我16了 我看不出来你86岁嘞 啊 我16了 啊 那你现在还干活儿 啊 还得住呢 啊 我看你还嫩咋得很 啊 哈哈 还得住呢 啊 你走到你的家的话 还要走好远哈 嗯 我家的好的 还走两个小时这样走路 还走两个小时啊 啊 我家的好的远 这就是冲的 我们就是 石河泡 荷花 红星春 我们就是要 那你来买把刀 你不是要走三十个小时啊 啊 是咯 你还不如走那边走大方啊 哎 这大方的车就点一点 这没车 就是啊 你还不如走大方啊 你走三十个小时买把刀 嗯 我还以为你就在住在上面这家 没有啊 这上面这牛家村我买的在红星村啊 石河河 你买的是铜炉的是啥 啊铜炉的 我买的是铜炉的 哦 那你不坐车先买呀 我买坐车要 要六十块钱 要坐车 二十块钱 哦 这大方坐车就来了六十块钱 你也可以坐车给买的 可以坐的哦 嗯 你别把刀走三十个小时 你不累啊 没有 这个你链刀就好了嘛 哦 这边链刀好 哦 要这个就好 大方的不好 哦 啊 你相当于你还要翻过啊 上面要坐山咯 还要翻过啊坐山咯 啊 好 翻坐山去我家 哎呀 三个 你你你得来坐坐山啊 啊 那坐山去坐 你得坐坐山去你去 挺坐山哈 你还要坐两个小时 我都陪不到你咯 你要把刀好钱吧 三十块 三十块 嗯 看几时好 嗯 可能是他一个钢火比较好 嗯 那你还还还为的有猪啊 有呢 都还为的有猪 啊 他猪的中间下猪 是七星宝鸟 七星宝鸟 七星宝鸟哪是好几猛的哦 啊 十多猛 十多猛 十多猛的啊 你一个人 啊 还为猪还要中十多猛的 八十六岁呢 啊 你也太厉害了 啊 很多年轻人都不如你哦 嗯 还走路一天还走几个小时啊 啊 你没吃了 你这样一天都没吃到 你身体好啊 真的身体好 你现在还很多年轻人 你还拿走一天走三十个小时 他都走不动 走不到 好像你们两个 好像像你们两个天天在挖土啊 来整那些 走管了 走管了啊 走路没得死啊 啊 走管了 啊 这些都是种的都是玉米哈 啊 你种的吧 主要也是保固哈 保固先 豆子先 保固豆子啊 啊 那你种好了之后 背啊哪个来帮你背啊 指甲背 没有哪个背 你十多猛的 你指甲背得到啊 指甲背哦 指甲背 指甲抗 指甲没没来抗 你太强了 嗯 十多猛的的话 你可能要好几千斤啊 一几千斤保围 一几千斤保围 对啊 几千斤保固你个人背 你嘛 你抓着要平点吧 啊 平点 我们都要平的 没这个豆哈 我只从里面的豆腐子 只从里面的豆 啊 平的地方们都要好的 啊 我们都要平 你从指甲抗都还要走一个多小时啊 啊 哎呦 哎呦 那我别切了了呀 我就在这里 我就在这边看好算哦 你要切了 我干脆不开了 我就在这边看啊 这是村子嘛 村子人家发的给找 这人家不在 这包包背起来 没好样的快来听 要对 那我走大个包包一点 嗯 哇 这个牛好大 嗯 这个黄牛才好看 嗯 这个包包包的叫人家坡 人家的人家 去找找找找 找一下 你怎么用人家坡的去找 你快醒来了呢 我醒你 你母子里哈 哦 你还要翻过前面啊坐山 哦 还翻啊 啊 还不上的 啊得可以进入人家坡 哦 你走到了走到家了好不好 天都快黑了 啊 黑不到 黑不到啊 哦 黑不到 就上两个 哎 杀你天天走一走 那是身体真的好 嗯 你是我看出来啊 身体真的好 嗯 你忍一下把这个 上去的村庄都 嗯 嗯 要得 嗯 要得 嗯 你也就从这边 这边过起来 嗯 我叫啊 反而是南坡 平时大毛肚子 哦 你马上要走到这种小路呢 嗯 然后翻过这个山 你也要到山下面啊 嗯 这下面山 下面就是洋肠枕 我妈是大方枕 这里洋肠枕 你马上人 你马上人大方枕 哦 我们是大方 大方枕 哦 就是洋肠 就是洋肠枕 大家看奶奶85岁了 我都还不知道她怎么厉害 哈哈哈 真的见目如飞的感觉 啊 这里是 一包人家福 你都继续往前走啦 嗯 这人家福 嗯 你这走 走啊 哈哈 走 这走 啊 这是老人家现在外头你看 啊 都在两个人家公里咯 这一堆啊 啊 这一堆啊 啊 这一堆有他们两 就他们两个老人呢 啊 这一堆有两个老人呢 哎 年轻人都走了 啊 你还没出汗 哈哈 没出汗 是啊 你要去住他们 你住你嘞 哈哈哈 哈哈哈 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在尊义惠川区沙湾镇的建设村 这里这个木房子非常漂亮 但是没有人居住 我带你们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进房的这个路口都是用这个竹竿给拦起来的 是没有人居住的 这里的环境位置也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看一下这个院吧 都是长满了一些草啊 这边撒了一些菜啊 不知道哪里的人来撒的 然后前面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以前的老学校 也是破旧不堪了 这边的是公路 看一下这里的山形哈 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边上呢 这个边上呢 有一条小河沟 这个房子呢 比较成就了哈 但是看去还是很干净整洁的 这边这个呢 是厢房 然后他这个房子呢 是下面是七柱的 七柱的房子 那么他整个近身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宽大的 我们再往这边走 这里环境非常漂亮啊 然后这里有写有字 对吧 另有安全住房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他在外面的话 是有住房的 就会写上这几个字啊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这种窗 窗花 没有窗花哈 就是这种格子窗 门是紧锁的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门牌号 沙湾镇建设村 山岔河祖44号 那么这个房子的正前方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房子都是空的 没有人住的 像那些房子啊 包括这个学校呢 都是不能住人了 但这里交通还是可以的 因为公路就到这个位子嘛 然后这个房子是正三间七柱的一个房子 还是比较大 我们再往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呢 是猪圈 看看 啊 这个是牛圈 这里面还有牛粪 这外面这个两个小间的是牛圈 然后 这里面是猪圈 以前喂猪的 他这个猪圈呢 也是有好几间猪圈 这个呢 就是房子的后方 还堆有一些材 这个是小的这个石墨 上面那那个房子呢也是废弃的 这里撒一些菜呢 有可能是周边的人在这里撒的 或者说主人家 他可能会回来撒一下吧 然后 然后这里有一个大的石墨 像这个墨呢就是以前农村用来磨粗粮的 也就是把那个玉米碾碎啊 那那种哈 把粗粮把它碾碎 然后那边那个小磨呢 它就是细磨 也就是我们要做豆腐啊 或者说磨一些姜啊之类的 那就用那个 这两个都是猪圈 啊这个边上还有一座古墨 看到没有 这边就是周圈 然后这个边上呢有一座古墨 哇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古墨上呢 又长了一根木材出来 这木材不知道多少年前就干掉了是吧 从古墨里面长出来的 你们看这个木材 我估计猜测这个古墨应该最少是几百年了 看一下这些石头的一个工艺 这个什么年代的墨呢 看得到字吗 永 永坐家臣 几个字是永坐家臣 然后 哦 凤五 凤五 凤五什么 龙飞凤五吗 龙飞凤五吗 上面的字都看得不太清楚了 这个墨应该是 最少有个几百年吧 这个边上呢就是古墨 然后这边呢就是猪圈 这边呢就是房子 啊 这房子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这边上 阳光 这样的房子你们喜不喜欢呢 这一栋房子呢它整个座向呢也非常的阳光 整个山形也特别的漂亮 这里呢有山有水 公路呢也是走到这个房子门口 边上呢还有一条水沟 但是就是这个房子的边上呢有一座几百年前的古墨 边上也还有一个墨障 像这样的地方你们敢不敢来住呢 如果说免费的话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啊